館長長良前往董寧村 封釋求土著重派去的面貨 受災好的清爭 中生醒了說 技術是獨鍋 身體也不方便 但有時整天晚上八點山崩 結構人騷擇七點 過去發現 通過後消防堆九點 救完流出來 身體是差切胸 並且沒有來出火 目前還在便宜觀察當中 台湾過後這兩天就是一個重建跟敷衍的工作 特別來中部看一貨 因為上面整個土石崩下來 所以做行醫的廚 受一些損傷 而且人好才沒帶到 現在還送到醫院 本身是獨居 又整個身體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基本上來看看他的基地 那看起來這個基地是要重新看是困難 那所以在這裡遇到他們孫子 他們這個孫子也很感心 我問說你如果住在那裡有問題 我自己可以顧不什麼問題 所以我在想說看怎麼樣去取得更好的 這樣的一個補助條件 能夠給他更多的福利 那如果再不行的話 也可以看他願不願意到安置機構 那我們再協調安置機構 來做相關的安養中心的處理 那實際上整個這兩天的復原跟重建 大家都很忙 那包括台電 包括鄉鎮市公所 包括縣政府 那我們希望能夠通過這一次的風災 那一方面復原 一方面做檢討 那能夠把嘉義縣的抗災能力 越來越強 這個大概是我們現在該做的 各位來看齋 看到這個福家在齁 生命安全是沒問題 看到這個孫子也說要照顧阿伯 真的是非常有這個善心跟孝心 希望說 這接下來就是除了救災 就開始在復原的這個工作 無關是國軍的弟兄 因為我看的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現在也是繼續跟我們的陸軍 都有相關的聯繫 不像中部 新港 客戶 各個地方需要的兵力 我們還是在持續的連續中 希望能夠盡速把這款的 就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後 來復原的這個部分 全力來協助 你好 這大概晚上 前天晚上七點至八點的時候 就散崩了 那是二叔醒來的時候說的 那我們是隔天早上七點多才發現 然後就通報給村長 那村長再通報下去 那就跟消防隊員一起把我二叔給拉上 就很一樣 他身體有什麼狀況嗎 目前身體就差錯傷而已 沒有什麼身體 骨頭也沒斷 內臟也沒出血 都好好的 管典王長良的標誌 管府 台電 鄉頂市公所 都緊立善後 府安 開明 鋒胎 帶來的災害 尤其道路崩塌 可以看見港頂的脆落性 也是要為收財後 進出更多的火力 或是協調機構安定 台電也趁在今晚 府田頂頂 全力讓大家回復正常生活 放在後就是檢討的時期 後禮拜入將會進行總檢討 緊緊各行的做法 社群新聞中心中保障 蔡宏報道 努力以堅持 每一步都是向前的突破 每一個人都在為嘉義線 創造無限的可能 中文字幕提供 地板 突破 努力以降 流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创嘉义的梦想